屏東藝術館升級 屏東戲劇節原地明華人總團開幕 受到獄群的影響 開幕變成了壓軸 明華人1929年在屏東成立 今天回到故鄉演出 特別有意義 這是在屏東藝術館演出的 腰樓正傳 如同以前的歌展戲 流浪在野台讓人看不清 而明華人讓他起始回生 融坑國家藝術殿堂 甚至站上國際的舞台 屏東藝術館 雖然沒有國家級的餐館到 明華人總團 仍然以在國家劇院演出的態度來面對 並做許多的變通 例如不僅我們不做身價和做軌道 但在我們這次演出 我們的不僅動用到將近20根的軌道 裡面的零件多到800多件小零件 所以我們用一個最誠懇 最慎重 最歡喜的態度 來參加屏東藝術節的升級演出 完成了 已經開始了